謝謝部長 想請教一下 像是這個18518 他15號就發病 出現感冒的症狀 就醫後 醫生說是胃食道逆流 也沒有採檢 那會不會研判說有可能是18518傳給18375 這位房仲 再傳給他們家人跟朋友 謝謝 羅一君要不要分析一下 好 確實現在目前從這個發病的時序看起來 那這一起的事件裡面 發病日最早的是這個18518 那就是說 他後續當然還要看他這個 吸體值的一些變化 然後可能有抗體的檢驗 比較可以釐清說 他是不是真的比較像是 這個傳染的來源 那目前其實 就是375這個部分看起來是 雖然說是 最早被我們發現的個案 不過連結出來的 不管是18518 或者是18397 那個發病日都 比375早 所以目前就這個傳染來源的部分 這個其實還有一些還要再繼續 釐清的部分 那其實 他們回溯這個一些14天內的潛伏期的一些 活動時的部分是 這幾案都有在做 所以希望 不要放掉過任何一個可能的蛛絲馬跡 來找出 也許有潛在的這個感染來源 所以在潛伏期當中 如果他有出入過的 一些場所 有失聯制 或者是有 有名測可以來比較 然後來發簡訊 或者是召回的這些民眾 也都希望可以 快速的出來做裁檢 來幫我們找出 就是說是不是有可能有 還沒有被發現的個案 在社區當中